昨天凤凰卫视王洛宾专题还原历史的真实 其中就有马不方这个反动军阀 红军的死敌 石海高尘 人鬼情未了 王洛宾与马不方 这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真实故事 读了它你才会明白 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 是可以超越你的想象 马不方是西北军阀 王洛宾是音乐奇才 有些人是生命中必然出现的 有些事是冥冥之中老天安排的 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在三十年代末一见如骨 惺惺相惜 马不方看见王洛宾从他改写的西部民歌里 听到了欢乐和幸福 王洛宾遇见了马不方找到了知音和支持 三十九岁的马不方与二十六多岁的王洛宾 一经相见 便如天雷玉地火 惊雷阵地火光冲天 马不方为王洛宾唱了很多西部民谣 又找了不同民族的会唱民歌的人给王洛宾唱 王洛宾坐在一边 低头迅速记下各具民族特色的民歌 于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打板成了姑娘 阿拉尔汗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相继问世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红遍西北 红遍中国 甚至传到了美国 当时马不方给前来青海宣传抗日的王洛宾 许诺了很多 希望他留下来 王洛宾考量之后 还是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兰州 1941年到1943年 王洛宾在兰州因通共坐牢 马不方得到消息后 各方营救 最后拍着桌子弄吼 王洛宾不是共产等的人 是我马不方的人 恰恰是这句话 害了王洛宾后半辈子 1944年 因为马不方的营救 王洛宾出了监狱 到了青海 马不方为王洛宾摆足了面子 进入上边 马纪远马不方之子 在欢迎酒会上 举着杯子 两眼泪汪汪地说 王教官 你是我们青海的骄傲 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 让世纪知道了青海 王洛宾在青海 君正民三界的音乐 都归他管他教 正所谓 是为知己者死 1945年抗战胜利 全国上下欣喜若狂 马不方 王洛宾低头猝袭 一起编写了 画儿与少年 这是精通音律的马不方和 锋芒一路的 王洛宾的清新之作 在胜利会眼上 没有任何提前透露消息 靠实力 夺得第一 欢快的节奏 幸福的歌词 甜美的旋律 让刚刚取得 抗日胜利的人民 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画儿与少年 红遍中国 山高 高不过凤凰山 凤凰山站在白云端 花儿为王的 红牡丹红牡丹 踏开在春天 川美 尾不过大草原 大草原 铺上绿绒装 人间英俊的是少年 少年 是人间的春天 少年 是人间的春天 1961年 王洛宾被抓 因为有人发现 王洛宾当案里 有一张穿着 马不方军服的照片 手提小提琴 在草原上 起舞如翩翩少年 王洛宾被控为 马不方留下的特务 关进监狱 直到1975年 才被释放出来 62岁的王洛宾 经历了什么 只有他满身的伤痕 和满心的痛处 能够说得清楚 左手中指 无名之骨节 那四十五度记性 可是随着他的歌曲 王洛宾又红了 红到远在沙特的 马纪元 都听到了 马纪元 欣喜若狂 留下了热泪 1990年 马纪元给王洛宾 写了一封信 称赞他对 西部民歌的贡献 信里有一首诗 文君之歌声息 悲意壮 冠君之手指 息感且伤 愿赴西玉西 如愿以偿 父亲蒲娶西 热情奔放 随信寄给 王洛宾八百美元 1992年 71岁的马纪元 79岁的王洛宾 在台湾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 当年的花儿一样的少年 一别就是一生 个人命运 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之下 卑贱如土 轻薄如沉 后继 王洛宾 一直对外界说 没有马不芳 就没有我 王洛宾 那些红边 大江南北的 西北民歌 很多都是 马不芳 亲口唱给我的 我只不过是 修改加工而已 听到这里 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观今天 多年的王洛宾 已化作尘土飞扬 飘渺在那遥远的地方 令人叹息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绽放 都要回头 都要回头流流的里长王 他分红的笑脸 好象红太阳 他那美丽独人的眼睛 好象晚上你美的月亮 我愿留留的地方 我愿留在草原 跟在她身旁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动人经典的衣裳 好象红太阳 他那粉红的笑脸 好象红太阳 他那美丽独人的眼睛 好象晚上你美的月亮 他那美丽独人的眼睛 好象晚上明媚的月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义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流浪 为了山间清流的小鸟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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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流浪 来吧 暗 这个 就是 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